大家好,歡迎收看要塞財經台全日總結的環節 我身邊的嘉賓換了就是我們研究部高級分析員黃偉豪先生 在旁邊Rafi你好 先跟大家跟進內地股市方面的情況 今天見到滬芯300指數下跌15點收市,收回2527點 上升綜合指數下跌了13點收市,收回2232點 上海A股指數下跌14點,收回2337點 見到今天兩市加近成交金額有接近2000億人民幣 比起前幾日來說,明顯多了 另外一件事都公佈了一些重要數字 包括最新的CPI和PPI方面的情況 兩個數字來說,都好像超出了一個預期中 CPI方面,升幅力比起想像中為之多 說到一些食物價格,尤其是蔬菜價格 有一個明顯的升幅,令整體CPI的數字有一個大動 似乎市場對數字來說,應收性不太高 因為見到今早早,港股一開,高開之後出了一個數字 然後拖累到港股的表現 而見到內地方面,亦都有一個跌勢 暫時內地股市,怎樣分析走勢? 當然,內地市就不斷地說了 中長線來說,依然不是太擔心 都是比較樂觀的 但短線來說,特別在今天的細節上看 可能有些調整會出現 因為一來幾個數字,就算你先先撇除所有數據上線數之前的話 好像正在說,今天的成交兩地加上2000億 好像比平時高,一向高成交好像對後市有幫助 但是以今天來說,高成交,但本身是高開 但慢慢是低走,踏下來的時候 在近期高位出現一個這樣的走勢 兼且成交比較大 可能某程度上意味著有些散貨嚴重 或者某些人是走勢也不定 雖然短線有少許的似瘦嚴性 這是當然的東西 而且來說,數據 的確,今天CPI方面出來 是比例為之高一點 特別當中那個 雖然水平高得來不是很嚴重 或者不是通暫力很大 但特別當中看到的食品價格 比如蔬菜價來說,依然有上漲因素 所以這一點令大家稍微窄一窄 一種不斷說的就是近期所謂的 例如之前的GDP、PMI等出來的 例如大家在憧憬 隨著通脹壓力慢慢舒緩之後 會有一個政策出來刺激經濟 由於今天來說,CPI稍微高於預期的時候 會令大家對所謂政策的減少了 所以在兩者夾襲之下 令到今天高一點就稍微踏下來 所以我相信短線後市可能有些反方可能性 但只要這樣說,反覆也好 只要我相信今年低位 2161點這位置 依然是不穿下去 或者是受得住的時候 暫時不是太差的一個看法 好,謝謝Rafi在內地股市方面的分析 之後轉看就是港股方面的情況 因為見到都收了市 首先,今天高開是109點 但開市之後,隨即由升轉跌 最主要都剛剛說到的,就是債出的數字 CPI和PPI方面都未如理想 亦是拖累到港股方面的表現 除此,港股今天來說 亦最多跌至100點 低位見過在23,126點 今日高位見過在23,353點 似乎去到這位置,阻力挺大 暫時這一刻,密跌了32點去收市 今日最終收位在23,211點 是否去到23,300點的位置 阻力比較大呢 暫時就先看明天 雖然今天來講,在這些位置 好像也不太早一步升得起 或者有些阻力在 但為何要看明天 或者可能未來這一天才再判斷 總一來說,232,233點 是這一站大家看的一個小阻力位 或者目標 這一刻仍然在這些位置留上 所以我覺得要看來這幾天 能夠穿著一步站得穩在樓上 當站得穩的時候 變相才有一個早步上市的現象 可以看得上 假設23,222點在短期內 早步失授回來的時候 我相信港股經過一輪的大急升之後 有機會做一個整顧 大家也不要忘記一點 就是由低位25,155點 上到今天23,300點來計 累積升幅都差不多188點 但如果以188點的升幅來計 其實成交比整個人來看 是不算大的 可能大概500多億 昨天好少少要突破600億 但整體都不是太多的成交 變相是否有實質支持升水 有些保留 所以到這些水位的時候 如果不能夠再做一步 站在玩或者突破的時候 剛才說到 都意味著一個事 後市是有少許反覆的可能性 所以變相這一陣子這麼說 支持位都已經熱了 大概2,600-2,700左右 做一個即時的支持 現在這些位置是守得住 或者情況 即外流的因素來說 突然惡化的時候 我相信未必會再穿下去 反而後市來說 當這一陣子能夠再做一步 其他玩流上的時候 有望挑戰今年高位 大概2,400這邊位都不出奇了 好 2,400 謝謝在港股方面的分析 立即和大家跟進一陣南籌股收市的表現 匯控今天升了2.5 收市也創了52週的新高 今天匯控高位見過88.4 最終收補87.9.5 中移動上升1毫子 中國銀行升一線 公行沒有升跌收補5.6 建行沒有升跌收補6.5 港交所下跌2.8% 收補130.6 國壽下跌超過1% 有幫保險力創新高 最終跌了2毫子收市 收補35.4 另外騰訊方面跌1元 金沙中國跌超過1% 長實升1毫 新地跌8毫子 九倉創新高 今天升8毫半 收補73.8 另外見到中國海外下跌1毫半 環置地升1毫 中海又跌6仙 中石又跌4仙 中石發跌6仙 坤衡能源下跌1毫以止 中國神華沒有升跌 收補27.6 Rafia,如何看今陣籃籌股方面的表現 今天看看恒指成肯股的升幅表 發現有5隻 5隻來說是籃籌股創新高 分別是1044行安 亦見到九倉 匯控和友邦保險 以及電能實業 當中有幾隻都有些原因 例如4號九倉方面 大家都說的是黃色鴨的效應 匯控方面 業績又好 繼續創新高 友邦都是 業績都是向好的 如何看待整體的籃籌股呢 是否市況 好像是炒股不炒市 如何部署 暫時來說 今天破壞的5隻籃籌股 的確 好像正如說 各邊受到不同的因素 去帶來動 以實質的本業來說 撇除匯豐之餘 另外4隻都相當於比較穩健的業務 反而在這些市況 這樣的破壞向上 正正都配合之前所說的 可能在短期裏面 各市有機會有一點見頂 有一點調整的現象 反而這些 所謂穩健的業務的籃籌 或者生日落後的籃籌 你們都再一步去到 嚴重試買 當然有個別籃籃的破位 是挺不錯的 但正如剛才所說 始終以整個大水論的時候 可能真的有一點反覆的可能性 所以都挺同意 所說 貿易吹路上 個別股反向 這一層真是比較當炒 或者熱炒 但整個事來說 這一層短期 可能有些調整壓力 多謝Rafi在這方面的詳進分析 我們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今天直播為止 直播的時候就到此為止 最後都跟Rafi做分申報說的 股份是否持有 都沒有 多謝大家收看 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歡迎瀏覽財經台網站 網址就是www.bhchannel.com 我們明天同樣時分 九點半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